1.6.4 отношений 哈嘍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 1.6.4魔祖生存实况第89集 这可以拆掉了 那我們的小蜜蜂在上一集取消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這個真正OP的Mine Fighter Reload 因為它非常的無腦 然後效果也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那些Mandarate被收割之後 迅速就被這個IC2的電擊器 就是特斯拉給幹掉了 但是我站在外圍的話似乎不受影響 所以說呢其實就像我說的 我們其實不需要那麼多的材料啦 大概有個幾組就夠我們用一陣子了啦 然後種子的話呢 有些材料會需要 不過真正會需要的用到就是上面這四個 所以說呢我們的Mandarate看起來被照顧的很好啊 然後呢可以看到我 後事後擺了一個真空Load 它就把吸到的東西直接放進箱子 所以仍然透過我們的箱子進分的呀 所以說很簡單就是這樣子這邊就Over了 那再來今天這集的話呢我們就要開始準備搞靈場的東西咯 但是靈場的話呢我們有說過這個 Quietary的一些特殊的植物 像是這三種樹苗啊 還有一些這個像藤蔓類的啊 或者是 或者像草地之類的東西啊 這些必須要靠這個Mutandus 就是這個Mutandus來去轉變 你看你在世界上看到現成的植物 或是樹苗之類的 它才會轉變成Quietary專屬的植物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做這個Mutandus的話呢 就必須要用到這個什麼 Hint of Rebirth 那這個玩意兒呢就是屬於一種煙灰嗎 它的名詞叫做Hume 那你拿去Google翻譯的話呢 好像是翻譯成煙吧 那我又姑且把它當成一種煙灰 就是你把它丟進這個Fish Oven 就是這個Fish Tree它提供一種特殊的爐子 然後呢你丟進什麼食物類的啊 或者是木頭類的啊 或者是一些樹苗類的進去 它就會燒燒燒 所以燒出一些比如說木頭的灰燼 但是呢如果你放上一些Clayjar的話 有機率可以取得這些煙喔 所以說呢我們今天來物色這個地點的話 看啦上一集我們有說過就是 我的舊基地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地方啊 我們起碼也在這個舊基地發展了 有七八幾吧 其實我是什麼時候搬到圓球 我自己都已經快忘了 畢竟那是一年多錢的事情 所以說呢我們可以準備來這個 清掉這個地方啊 還看到我們的仙人掌啊 甘蔗田啊 還有這些莓果蟲啊 以前我都是吃莓果蟲過火的有沒有 都還保留在這邊啊 甚至還有這個黑色染料樹 各位還記不記得這個東西啊 就是在以前很缺莫囊的時代呢 有這個黑色的染料樹啊 這個就可以來取代這個莫囊 當成這種植物性的染料啊 但是後來我們養了一隻莫魚之後 就再也不需要擔心這個了 但是晚上的關係咧 我可能要趕緊來插一隻大火把 對,既然我們要把這裡當成這個 第二個小基地的話 我們勢必要來做一點防護設施嘛 那最簡單的就是用大火把 有大火把就OK啦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把這個地方的樹 給它清一清啊 那基本上它沒有 恢復的基地沒有特別要求要平整的地啊 你要有點凹凸不平也是可以的 但是平整地的話呢就是 整理起來比較簡單啦 這看起來應該不會影響到旁邊的樹吧 因為我想保留其中一顆這個Gray Wood 這邊應該不會影響到才對 就是啊之後你要做這個那個叫什麽 這個消掉了 你要做這個Hitry的Alter 就是Hitry的魔法祭壇的時候 它就會要求你說 你這個祭壇附近 種植越多的植物 越多的樹 這樣子的話它所換的能量會越高哦 所以說我們 當然也是主要是它能夠辨認的模組的植物啦 對 那Thunkrat它應該是可以辨認的 但是像是Bioms or Plenty 就是B.O.P模組它似乎無法辨認 然後我剛剛是要拿什麽東西啊 哦 其實 在夜晚一下作夜室有點暗啊 我想說能不能用個夜室藥水之類的東西啊 OK 那我把這個這一塊地稍微清了一下 把之前的炎料樹給砍掉啦 然後地補一補啦 那再來就是這個目光森林的傳送門啊 那 基本上我把它留在這邊沒關係 因為它其實晚上的時候會有微微的光線啊 大概我在想可能之後跟Hitry的這個祭壇搭配起來應該算還不錯 再來呢我剛剛做了一個這個Night Vision Goggles 那我發現它應該是自動調控的 就是你沒辦法手動的去開關它 它好像是晚上的時候會 自己感測光線太暗的時候就會自己開起來 所以我也沒得去控制它 不過沒關係 然後呢在實際上開始建立這個Hitry的基地之前啊 我還想先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來種植我們的Red Wood Sapling 就是巨大侯木啊 還記得在幾十幾以前啊 這個出門遠遊的時候呢 經過了好幾顆這個巨大侯木嘛 然後我有說過就是你當你 你可以去採它的樹葉 然後收集超過49顆樹苗 因為它需要種植7乘7的範圍啊 對你只要收集49顆樹苗 你就可以自己種一顆巨大侯木喔 所以我打算就把這個侯木種在我們家附近嘛 那因為它實在是太巨大了 所以你下毛都點你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太...太急 因為像是如果就直接裝在這旁邊的話 它可能一掌出來就把我的一些設備給吞掉啦 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 盡量遠離那個Harvester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MFR的Harvester啊 它非常的好用 但是它的判定範圍其實有時候呢 會怪怪的 也不一定是怪怪的啦 就是 雖然理想狀態它是只吃前面11 比如說11乘11的範圍啊 不過如果你比如說你種了一顆 在這個林場裡面種了一顆樹 然後像是橡木之類的啊 它有時候會往外長一... 長一戳出去對不對 然後它只要往外... 沿著這顆樹往外掃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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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到... 比如說旁邊就是巨大紅木對不對 雖然說在它理想範圍之外 但是這顆巨大紅木也會被伸在內 然後就把整顆巨大紅木砍掉一半以上啊 你說慘不慘 就是你辛辛苦苦種了一顆 哇好飄飄的這個巨大紅木啊 但是它就...不行 我就給你砍掉 辛苦又白費 所以說我們這顆巨大紅木還是 挑一個遠一點的地方種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點不錯耶 所以說種起來不曉得會不會跟祭壇打架 其實這個祭壇可以打掉了啦 因為我們的中性能量祭壇在主基地裡面就已經有了 我現在只需要這個光之魔法祭壇 來隨時補充我們這個傳送的能量 這個可以直接傳到我們加算 它是一個... 是一個來回還不錯的交通工具 然後我就可以走回來來拿這些物品 不過呢 還是有點麻煩 我希望我可以隨手都可以呼叫這個A1系統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可能估計我再過個幾集 我就會在這邊蓋一個Quantum Bridge 就是A2的這個量子橋 所以如果你對量子橋有興趣 不過這是A1啦 所以這是... 這個A1第一代的量子橋 它其實比較簡單 需要注意的點沒有像A2那麼多啦 所以各位就當作參考就好了 如果你是玩... 是只玩A2的話 其實A1的東西大部分來講都太過於簡單啦 然後這看起來這個... 這個Nine Vision Gargo好像完全不想要開的樣子 不管它 然後... 我就種在這個地方好啦 希望它不會跟旁邊打架 所以我先把這兩棵樹給砍下來 那... 除了量子橋之外 其實有了量子橋這樣拿東西都比較方便啦 然後...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做個Witch Oven 要先來燒一些東西這樣的話 我們才可以做Mutance 然後來刷這些樹苗 有啦 有這個X of String 就是... 奔流斧吧 用它來砍樹的話 樹葉掉落的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用這個你就不需要裝什麼砍樹插件或砍樹模組啊 所以... 這個地方應該OK 好... 然後這個完全沒P用 看一下我就... 種在這裡好了 因為我不曉得之後那個... Witch Altar 就是Witchery的那個... 祭壇 能不能吃到這麼遠 對 因為如果你種太近的話 我是怕它會把其他的東西吃掉 種太遠又怕它那個Altar吃不到 還是我們就種靠海一點好了 讓它形成一個... 靈海的... 的巨大紅木嘛 其實我最初的想法是把這個紅木種在那個海上面啦 對,就種在海上面然後就是... 破海而出的一個巨大紅木 那我想想乾脆... 就把它種在Witchery的旁邊好了 來跟我們的Witchery做個小小的結合 這就1234567 123456 就種一個7x7的這個紅木陣列 所以總共你需要49個樹苗才可以種一... 種出一顆出來 雖然說這個紅木它種子掉... 對 樹苗掉落的機率很低啊 但是因為它太大一顆的關係 所以... 所以... 精神而言也算是很好取的啦 所以理論上它這樣長出來之後呢 應該會吃掉一點點的Greywood 不過沒關係啦 就... 它會往上長 然後應該是不會碰到祭壇的 然後再來這顆... 巨大紅木 理論上它沒有辦法加速生長才對 因為它照原本的設定的話就是... 你要等上這個... Minecraft時間的一天一夜 它才會長出來 但是我不清楚它有沒有辦法收到水壺加速啊 因為畢竟水壺加速它跟這個... 灑骨粉不太一樣啊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是怕等一下我會卡點喔 所以... 我是不是要想辦法... 逃離這個地方啊 蛤... 用Protocol應該可以 因為我怕要卡進去啊 因為雖然你是中7x7 不過它實際上長出來的範圍也更大啊 哦... 對對對... 這水壺在一個... 光線太暗的環境下是沒有反應的 哦... 啊算了啦 我們就讓它慢慢長 我們去玩我們的Fitchery 所以說我們可以先來做一個Fitch Oven 對 對 400 哦... 哇... 哇... 哇嗚... 哇嗚... 哇嗨... 長出來了咧 怎麼... 所以剛剛水壺其實真的有用喔 因為它... 它需要Minecraft時間一天一夜嘛 所以水壺有稍微加速它的那個速度啊 哇嗚... 我們的巨大紅墓真的如我所願長出來了 呵呵... 好大一顆啊 然後可以發現它就是實際上比7x7還要更大 所以... 所以... 這距離要算好 我們先去睡個覺好了 我們就晚上按MIMO都看不到 來 那當然我可以用一些特殊的照明工具 來把整顆紅墓都點亮啊 來看一下我們的巨大紅墓長怎樣啦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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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所以它其實剛剛就已經長好了 只是因為它... Lag的關係 所以... 直到我去點那個傳送門它才長出來 我可以看到非常大一顆 而且它的高度很高喔 已經遠遠高過雲端了 哇... 所以我往後可以直接在家裡就可以欣賞到一顆非常大的紅墓 然後看起來它沒有長到水上耶 不知道是不是它有自動迴避水的感覺啊 然後它這個巨大紅墓啊 不只是往上長而已 它其實還可以往下很長一段距離 看一下喔 這裡是紅墓的外圍嗎 就是這棵樹它也有根 好像可以往下大概十幾個都可以被它的根給包圍到 所以如果你是要種在地表上 但是你的地下有任何的設施跟基地 跟道路的話也要小心 免得它也把你下面的東西給摧毀掉 其實巨大紅墓是一個破壞力十足的東西啊 這處理起來一定要小心 好,那我們真的可以來用這個Wish Oven 把這個東西給丟回去 這個也不需要了 好,那Wish Oven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Questery 好,那這個Wish Oven就是本體呢 就是一些鐵嘛,還蠻便宜蠻簡單的 直接做出來 那除了這個爐子之外呢 你還可以再做這個Fume Funnel 那直接翻譯的話就是煙囪的意思啊 然後 你最多一個Funnel可以放三台 所以說我們再多做一些鐵桶 這個岩漿罐我不曉得是從那來的 我好像我有做自動化嗎 沒有,所以我要再去撈一桶岩漿 我應該要自動化撈岩漿才對啦 只有自動化裝水還不夠啊 我可以自動化裝岩漿 裝牛奶跟裝Math Essence嗎 沒有必要啦,只要岩漿就夠了 好,我把這個水壺放著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個 等一下來說明一下這個玩意 然後呢 我們需要 sapling 我看一下我沒有現成樹苗啊 呃 我需要一種特殊樹苗 算了 我們先來 拿橡樹樹苗好了 好,我們就先放在這邊 呀,這是一個 這個 模型還蠻精緻的一個爐子啊 所以說我們放上這個 燃料 放上這個clay jar clay jar就放在這邊 所以說 在燒這些 比如說可以看這個recipe啊 像是樹苗啊 或者是原木 你就可以燒成木炭 那一些食物的話呢 也可以讓你來燒成這種 熟的食物 但是呢 它沒辦法燒礦 對 它其實 嚴格上來講 就是跟原版熔爐蠻像的啦 只是呢 它除了一些礦物類的 比較特殊的東西 沒辦法燒之外 其它加上是這些 燒木炭啊 燒食物都是ok的 然後它的好處就是 它比原版熔爐再快一點點 然後呢 它還會有機率取得這些副產物 就是這些煙 那它這個witch album 本身擁有30%的機率 可以取得這些副產物 但是呢 隨著你加上更多這些煙囪 對 它的煙囪就是放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多一根管子 那你也可以放在它的左邊 甚至放在它的右邊 它都會把它連在一塊 你可以看到它中間有連結 那你每多放一個這些煙囪的話呢 它就會多25%的機率取得副產物 所以說你放了兩個 就是50加上原本的30 就是你總統有80%的機率可以取得副產物哦 那有些人想說 那我再放一個咧 啊 它最多只能吃兩個 那你在第三個的話呢 它是增加它的速度 就是你放這個煙囪 除了增加它取得副產物的機率 還可以增加它的燒製速度 那每一個的話是增加10% 所以你放了1、2、3 你這樣的話就是得到了130%的加速 所以我們就放這個進來 可以看到燒得蠻快的 然後現在有80%的機率可以取得副產物哦 有了 我們取得了一個X Hall of the Horned Wand 那它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種的煙啊 像是有些是要燒這個木頭啊 有些的話是後面一些特殊的東西 這些就不屬於煙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可以燒這個橡木 或者是燒這個畫木 還有燒這個山木 對,不同的樹苗它燒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我現在必須要的就是這個山木的樹苗 因爲我們必須要用這個Rebirth來做這個Mutandus 所以說山木的話看起來 目前的模組包是沒有辦法來轉換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找山木 我想我玩了將近90集啊 到現在都還沒有碰到山木 其實我們的出生點 對,我們的出生點就是雪地啊 這裡山木多到用不完 我們來砍一些回去種好了 對,我們今天除了建立這個Reacher裡的小基地之外 我們也要做一個林場 然後呢,誒 怎麼沒有打算快速掉落 有有有有有 所以我花一點時間來砍這些樹木 OK,我們除了砍這個山木之外呢 我決定我也再來先去砍一些叢林木好了 因爲,我剛有說過就是 它每一個樹苗燒出來的煙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我們勢必也要來砍一下叢林樹苗啊 然後等一下也要找些花木 誒,小貓咪誒 誒,想養 沒關係,這個叢林很近 這個想養隨時都可以養啊 先來砍一些叢林樹好了 那因爲叢林的特色就是 樹樹相連啊 所以說這個X of String 應該會很容易地把附近一大撮的樹 通通一起砍掉啊 那叢林樹苗它掉落樹苗的機率也比其它樹種還要低 所以就是專挑大顆的下手 然後在X of String很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從哪裏開始砍它最後就只砍那顆木頭 所以你不會發生就砍到一半 然後木頭就不見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再來拿一下磁鐵 瞬間就一大堆東西掉下來啊 OK,然後才拿到12個樹苗 好,我們就再收集這個大概一組的樹苗就可以準備去找一些畫木啊 哦,看來我們已經燒了一些Hing of Rebirth啦 對,剛剛我砍完這些山木之後呢 就把那些丟進來燒 所以,但是我的Jar好像都用光了 所以,不過沒關係 這個到時候林場可以種起來 那這個Jungle就等下再燒好了 我們直接去做一些Nutandus 又是雞爛 那... 就算找不到畫木沒有關係啦 我們可以直接靠這Mutandus來取得畫木 所以說呢,我們來這個... 我怎麼沒有拿出來 再來拿一次 來來來,Rebirth 我把它丟回去了 我們來做多少個啊 做一個... 先做個32個好了 應該不曉得運氣如何 這時候呢,我們還需要一些這個... 剪刀 哦,Silk Touch 不過... 不需要到絲頭之處啦 普通版本就行了 我們去剪一點樹苗 好,然後... 那這個很簡單就是... 隨便點一個野生的這個草地 哦,馬上第一個就刷到我要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Ember Moss 那有一些... Critory的植物啊 或者是... 一些特殊東西必須要用剪刀剪 那有一些不用 那當你不知道哪些要哪些不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一視同仁通通都用剪刀打 沒有關係 有了,畫木 就是我其中一個需要就是畫木 還有這個Older Sapling 那這個也是屬於就是Critory的樹苗 既然是樹苗它就其實不用... 剪刀也可以打得下來 哦,這是另外一種叫做Spanish Moss 這個是藤蔓類的 那藤蔓類就一定要用剪刀 它才可以取得下來 我們就把它分類好 Ember Moss 沒關係,再來拿掉 玫瑰花,Ember Moss已經有了 這個Older Throne Sapling 這是其中一種樹苗 這個畫木可以再拿一個 畫木可以再拿一個 那它主要在它有支援的模組 怎麼會爆炸 應該是隕石吧 它就是在一個有支援的模組互相做轉換 像是Minecraft啊 還有這個Glemwood 這個是其中一個 像是Minecraft或Fitchery啊 自己的植物啊 或者是假設它有支援到其他模組 或者是有特殊模組 包有去特別修改過的話 它可能會出現很多複雜的植物啊 所以我現在其實還缺一種樹苗的樣子哦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總共有三種樹苗 我還缺一種Rawin 所以我們再去做一點這個Mutandus 哦有啦 這剛好就是我要最後一種樹苗 所以說我們再來檢查一下 Fitchery總共有幾種植物需要刷 這是這三種樹苗 還有這個 這個藤蔓 還有Ember Moss 跟這個Greenweed 還有其他的嗎 應該是沒有 你可以看到有些特殊植物 那算是比較特殊一點 可能要在其他地方才找得到 像是夢境世界啊等等等等的 所以看起來就這些了 OK 所以說我們 準備來用這個 Oh My Fat Reload植樹場咯 OK 我們準備來設置這個林場啦 那因為我們這個浮空島的蓋得夠大 所以我估計我們可以做一個最大的MFR的林場 那最大的版本就是Emerald升級11格的升級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看到有一個Coblestone版本 只有-1是什麼意思 就是預設來講的話 我們都知道MFR是3x3對不對 那-1就是往內在縮減1 就是變成只有一格的 一格的空間 那一個空間看起來很窄嘛 但是如果你有任何的特殊需求 需要蓋到一格農場的話 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放下我們這個Planter 先來放下Planter好了 然後一樣紅色在左上角 然後我們來設置一下這個順序嗎 OK啦 然後我們除了這幾個之外 我還需要這個 Sapling 比如說叢林樹苗 還有這個畫木的樹苗 所以說呢 因為但是11格往外的範圍的話其實有點太大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放上升級之後呢 再來拿這個塑膠槌看一下 對就是最邊邊角角的地方 可能會有三格 其實才三個空間嘛 這個根本不值的一體啊 所以還OK啦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總共有幾種樹苗要種喔 就是Witchery的三種 加上原版Minecraft的兩種 總共五種樹苗 所以一二三四跟一個側角的好了 那側角裝在那邊好了 所以我們的畫木就裝在這邊 還有這個按鈕 其實我上一集有點搞錯啦 它預設的話是會 全部用光 那就是Consumer Stack 那應該是要Off 它才不會把最後一棵樹苗也用光才對 然後再來呢 我們因為叢林樹 的話 大家知道叢林樹 它有很高的機率會種成大樹 所以說把它種在比較不會擋到建築物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隨便啦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一個 沒有沒有 這個 跟這個Horwen 那既然Witchery的話 它不會長到像橡木那種參天巨木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樹 來講還是蠻大棵的 然後這些 這五個角我都不需要 叢林樹苗 跟這個畫木都放進去啦 然後 然後 在開始種之前呢 我們先來 手動繁殖一些樹 讓它刷到比較多的樹苗 這樣子 比用Mutandus 慢慢刷還有效率 有啦 所以說這個是 是Rowwen的大小 再來這個是Hole from 跟這個Older 我種出來都是小顆的 但是它其實有可能會長出比較大顆的版本 那我們把它砍掉 然後呢 這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當你手動砍樹的時候呢 有機率會出現一個樹精 對 就是一個血很厚 攻擊力還蠻高 然後脾氣很暴躁的樹精 但是它的機率不高啦 就是還蠻低的 所以有時候反而是要運氣好 才可能會出現那個樹精 所以我們多刷一點樹苗吧 哦哦 看來我的運氣不錯 馬上就出現了一顆 Ant 對 然後Ant的話呢 就是 我剛有說過 當你手動砍這個灰球的樹木 對 僅限於灰球的樹木 有機率會出現這個Ant 然後看起來 它算是半中立生物吧 就是跟殭屍豬人一樣 你不打它 它就不會鳥你 但是如果你砍樹 我看起來它也不會有反應 好吧 你不要去打它 它就應該不會對你造成傷害的樣子 然後呢 它走過的地方 就會自動的伸出這些草地啊 算是一個自動撒果粉的效果 誒 我還以為它會來打我 不過看起來它目前是非常和平幫助友善的 所以我們就先暫時讓它留在這個場上 但是 應該也不會怎麼樣啦 就是 它在這裏 臨場還是會繼續運作 然後應該不會影響到這個樹木的生長 或許它可以變成我的寵物 好啦 然後我們已經有不少的這些樹苗了 所以總共三個的樣子 然後我再把最後一個給封住 所以我們Planter就可以負責來種這些樹苗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Harvester要放在哪裏勒 所以 Harvester 再來用塑膠嘴看一下 對,11x11的範圍大概在這邊嘛 所以Harvester就要在這裏格 放在這邊 剛剛好 所以我們Harvester一樣要放上這個最大的升級 Envero 這樣才可以砍到11x11的範圍 然後 誒 我那顆樹精誒 它 它踩到那個Protagon的那個鬼玩業 然後就被噴到這邊來了 我想想看要怎麽移動它 用這個Protagon好像可以喔 對,按G就可以把 這些entity給拿起來 Protagon可以移動生物啦 但是沒辦法移動玩家 移動玩家的話要用那個Gravity gun 所以它其實會踩到這個誒 如果我要把它困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勢必要用一個 特殊手段來避免它 踩到 所以它其實還蠻想去踩的 我們來用個柵欄好了 然後這個ent有什麽特殊用處 就是你打它的話它 有機率會掉一個特殊的樹枝啦 對,然後那個特殊樹枝的話呢 我們用 用木頭就好 特殊樹枝 進行灌注注魔之後呢 就會變成哈利波特的法杖啦 還蠻不錯玩的法杖 然後 但是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宰掉它才可以 然後它又跑去哪裏啊 怎麼常常都會消失 還是說它其實會自己消失啊 有可能 我們 畢竟它算是屬於一種 也算是會攻擊人的敵意生物啦 所以我現在沒有看到它了 不喜歡跑哪裏 我要下次如果再看到它的話 我們就用那個大獅球 抓起來 它應該就不會disbund吧 再不然用命名牌看看 那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繼續來設置我們的harvester 好的,那我剛剛果然掃算了一種樹 那就是這個山木 居然把山木給忘啦 所以其實總共是要13個barrel 對,因為這個rower它有這個果實會多出來 所以說呢我們砍到的就會 根據上一個農場的做法一模一樣 我們砍到就會放進這個箱子裡面 然後呢箱子就會被這個transfer node給抽出來 那因為其實林場的產出量應該會大很多 所以我就放這個staff upgrade讓它可以傳得比較快一點 再來呢我們用這個transfer pipe 那一樣它這個機器都是要吃電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搞 這樣子應該可以接過來 再來 然後吃電的話呢我們可以直接 這邊放個特斯拉 然後我們energy and item 然後接收能量一模一樣樣 然後呢這個energy node直接過來 所以說它應該就會吃到電了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planter等一下也會吃到電 然後就很快地進行這個種植作業啦 然後但是呢 這個我們transfer node它如果砍到東西的話 也會把樹苗先放進來 然後樹苗放完之後呢 然後樹苗放完之後呢 才會放到其他地方 所以說我們這個管先這樣延伸過來 那聽到這個聲音應該是它在放樹苗的聲音吧 這邊就不要擋到我自己的路就好了 可能再過來一點吧 這還是會擋到 OK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AE管線 AE管線的話 在這邊 所以說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管線 先看看這樣子夠不夠 這樣子再過來一點點 然後這個往上接 看起來應該是夠 有啦 所以說我應該可以直接從AE 呼叫到一大堆不同的樹苗喔 對這些都在裡面 然後最好檢查方法就是 山木 山木的話 有370個就是 剛剛砍的那些 在這邊 所以可以看到它這個planter還順便幫我清掉草地 還不錯 我以為它這個草地我要自己清的 這邊應該OK 所以該種的都種好了 然後我格局也稍微換了一下 因為我覺得叢林樹它可能真的會很大的關係 所以把其他兩棵樹都移到這邊來 OK 移到白天馬上就有一棵樹長出來了 那再過不久它等一下就應該會被harvest給砍掉吧 看一下現在harvest 也有耶 它其實是有砍到一些東西 只是不知道它是砍到什麽 可能是草地吧 對草地跟花 然後應該會直接丟垃圾桶 因為如果沒有地方放的話 它就會直接丟到後面垃圾桶 然後我們就等這harvest偵測到這木頭 來砍 蛤?有了有了 再砍了 然後應該會進到箱子 然後什麽都沒看到的原因 是因為transfer node它移動速度實在太快了 通通放到這裏面來 其實我這個 這個trash可以先取消 我們用一個箱子來看看 看看它還會 可以拿到什麽額外的東西啊 用金箱子 因為我目前是估計有13種的產物啦 但會不會有其他額外的呢 這個或許可以再研究看看 然後 這個pipe可以再延伸過來一點點 這個pipe延伸到這邊 所以說這邊放箱子 然後這邊再放垃圾桶 所以它會先放到箱子 然後最後才丟垃圾桶 我們這邊再做一些骨粉 骨粉測試 有沒有長大 哦!馬上就長出巨大叢林木了 然後這邊的畫木也長大了 然後這邊也長大了 那目前版本harvest的速度應該是夠快的 哇 這叢林木長的速度真是有夠快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箱子 有 那transfer node移動速度比我想像中還要快 木頭都有進來啦 所以說呢 臨場應該算是 成功達成目標了吧 然後 這barrel塔不曉得會不會被吃掉 看一下 這barrel塔應該是不會被吃掉吧 那 所以 我們的Friture的所有的基礎的材料 應該都完全不用再擔心了 我們現在主要目的就是收集足夠量的這些樹苗 然後這些樹苗就是要來放進Oven 就是爐子來燒 燒的時候呢我們要取得就是它的副產物 也就是這些煙或者是煙灰之類的東西 有了這些煙之後呢 才能做後期Friture需要用到的一些更高級的材料 好吧 那今天這集的話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種了一個巨大紅木啊 然後這個地也整好啦 然後灰球的基地就在這邊啦 然後呢 這個臨場也建設完畢 所以說這個就是交給我們臨場 然後呢 還有彈花一現的那個Ant的大大 那個地方好像有顯示的Fug 剛剛沒看到 可能現在還是出現了 沒關係那Ant的話其實很好刷 我們多種一點Witch的樹它就長得出來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就是90集啦 那我估計在90集結束 大概也不會 沒辦法把Witch的基礎設施完成吧 所以 再看看吧 因為90集的話要把地圖當給大家 那就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收看 各位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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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